台湾国际科展前一阵子结束 建德国中赖柔安同学 以风力发电创作的作品 取得代表台湾赴美国参加intel ICF的代表权 这也是第一次有机用学生获得此项比赛的台湾代表 就是以这一组风力发电机加以改良后 成为新形态发电机组 参加台湾国际科展大放异彩 从250名国际学生的作品中脱颖而出 拿下工程类科二等奖的殊荣 将代表台湾参加美国国际科技博览会 这个时代很多的能源的经费都不断的上涨 所以我们指导学生发明主要是着重在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因为它基隆的话东北季风很强 所以我们也结合在地的一个这样子一个题材素材 然后特别针对风力发电的部分 利用东北季风的能量来设计这样的一个实验 如果说没有加夜扇的话大概在胸部这么高 那如果说有加夜扇的话 因为一个夜扇的话大概是1.5公尺宽 所以说两片的话变成直径的话 大概就三公尺 也就是是一个直径三公尺的一个夜扇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它可以 以一般家庭来说的话 顶楼一个直径三公尺的地方 它是可以容纳下去的 所以我们也就是针对基隆的这个房子比较狭小 然后呢比较地狭人稠的一个状况的话 设计屋顶小型的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小的空间里面 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率 德小同学赖龙安吃苦耐饶 制作大型的风力发电组并不简单 这一次代表台湾出国比赛 英文程度也要很好 这个比赛并不是一个结束 而是一个开始 然后我会带着大家的鼓励 然后将中华民国 青天白日马尼虹的国旗 展示在135国家面前 今年5月赖同学就要赴美参加intel ISF 如今除了与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外 还要加强自己的英语能力 要在国际舞台上为台湾争光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